台湾即將出現完整的原住民族教育體系 園民會推出原住民族學校法草案 希望成立3到18歲學生就讀的原住民族學校 20號進行第八場的宮廷會 原住民族學校它是以原住民族知識為基礎 希望能夠培養出具有原住民族各民族的一個認同文化理解 以及具有社會競爭力的未來的一個族人 為這樣的一個目標 我會非常的期待這個學校的產生 因為小朋友我們也非常希望 讓他在這種學校去做成長 原住民族學校是獨立學制 主管機關為原民會 師資跟學校評鑑方式都是獨立於一般學校之外 八場宮廷會下來 有家長樂見其成 但不少與會人擔憂學校所學跟主流教育知識會有落差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大的誤會跟誤解 原住民族學校就是中華民國所建立起來的一個 以原住民族知識為主要教學內容的學校體制 所以它還是會接軌到各級學校的一個發展階段 以及未來的高等教育的學習 未來原住民族教育將踩雙軌進行 學生可選擇就讀12年國教體制內的原民實驗學校 也可選擇獨立於漢人教育體系之外的原住民族學校 讓原住民教育體系更完整 承辦單位東華大學預計一月底將原住民族 學校法草案送至原民會 院士新聞 莫拉斯達隆台北市財產報導 教育體系列 私人有種族教育體系統 我記得找到 我已經沒有選擇 我大概知道 我們是做多少